最初對狐仙的看法 可能覺得是勾人老公 做小三,所以有狐狸症的出現 但上次跟輝師傅和范小姐經驗後 我自己的看法有一點改變 原來狐仙是幫了很多人 對,人也有分好壞 狐仙也應該有分好壞 究竟實情是怎樣? 先問兩位師傅 他是師傅,是他? 還有翻譯問師傅 來… 他有一個綽號 我叫甚麼?我不知道 是否發露 好,上次說了 原來狐仙在很遠古時 古時已經開始… 是吉祥物 吉祥物 和龍…還有甚麼?龍… 水獸、水獸、同級的行鞋 後來很多作家開始寫他 說他歐印人,大家才開始轉變 對他的看法,很清楚 但上一集我們跟Amy說 有一個故事 他也是一群狐仙,很漂亮 是,很漂亮 原來真是…沒辦法 那些狐仙是天生長得漂亮 狐狸也是很漂亮的 而且喜歡活潑、浩動 喜歡去玩 白艷一點 白艷一點 所以異性猿真的相對來說 真的比較厲害 對 但他們又比較單純 所以想的東西 可能又不是想得那麼細節 所以有些比較頑皮,有些不太乖 其實狐仙… 因為我要簡單說一點 其實在哺乳類動物 或是在高智慧層次的動物 我們會有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情 我不是說其他低等動物是寶 但那種情的表達是豐富很多 而狐仙因為跟我們人類很極相 我們看到一般的寶石價值 現在香港,我覺得是很欣慰 香港人大部分很有愛心 對貓、對狗、對所有動物 都是一種很好的 無私奉獻的心是很好的 也是一件事,代表甚麼呢 大家都很有情 其實狐仙所做的所有事 都是出於一個情節 這個情節是很複雜的 好,牠們喜歡漂亮,是一個天性 我要簡單來說 原來我們在大自然之間 每一件事,每一種物種 牠都有一個天性 這個聖字是甚麼 就是性別、性質的意思是 牠有一種特性 牠的特性是愛美 還有一件事,牠的感情 牠喜歡跟伴侶或其他族群 作一種深入的交流 而這種深入的交流 令大家留在一種美好的回憶 例如動物界的狐狸 是的,沒錯 其實我們認知的狐狸也很聰明 沒錯… 照顧身邊的伴侶 對… 伴侶、小朋友 沒錯,其實不只是說男女愛情 或是說愛情 其實狐狸…如果大家有興趣的研究 其實牠的母子之間也很有情 對,親情也很好 對,親情也很好 就算是一樣的 為甚麼會有好和壞 其實原來很有趣 天地間所有的物種都是分陰陽 在我們道家的理想來說 我們有日休、夜晚 有男人、女人 有靜的事 必然會有負的事或不適合的事 那些東西互相交錯 就衍生了我們的太極 所謂的循環不適量 好了,因為這件事 所有的物種,包括人在內 都會有好人和壞人 所以為何狐狸都可能會有壞和好 但我相信絕大部分是好的 譬如我們人類,絕大部分是好的 不好的只不過是很少數 而他們因為不好的關係 而另一部分是甚麼呢 就是在他們的經歷或修煉之中 他們的認知和修煉的功底不足 所以可能有時會被天的野性 而佔據了他和人一樣 我們為何會犯錯呢 亦是因為自己的一念 即是那些年齡 又或者是人類的教唆 那些種種原因才會產生 那麼多負面的事故或故事 而上次Amy也分享過 因為他慕名而去到一個地標 在台灣的大廈欣賞一個狐仙 就是在雲石上 當年你也親身去看過 也有,也有聽聞過 感覺是怎樣 你當時也有這麼空閒嗎 有的,因為我從小到大 這些東西也很煩惱 不,可能… 在讀書的時候 約一個女生在那裡選擇 對,還有一個很詳細的解說 對,又免費的 可以看幾個小時 對,有所謂有多少隻 多棒 你怎麼看呢?輝師傅 那裡…當然,我個人來說 我相信是有的 對,而另一件事是為何會這樣 其實這也要引申一點問題 因為我們人類或香港各度發展 我們現在可以在山林之間 可以讓其他動物生存的空間 越來越少 沒有了 對,沒錯,只是保住 想休息也不對 對,沒錯 所以我們香港雖然很成功 但在另一方面來說,很遺憾 對 尤其是對天地間所有其他物種 而且現在,例如我也在這裡呼籲 我看到在山林之間 有人看到野豬 真的有點傷心 他們真的保住生活的空間 對,走投無路 所以經常走到馬路或車路 對,他們是迫於無奈 其實他們也不想下來 騷擾我們人類的怨 所以對人的怨是越來越多 對,沒錯… 所以當年為何在銅鑼灣某大廈 有些事情發生 我相信也是一樣 因為有部分狐仙 可能他們比較年幼 或者他們的功力或認知不足 所以他們不懂如何去 他們應該去的地方 簡單來說,不是失去一個地點 他們找不到自己的族群 唯有聚在一起,暫時逗留在那裡 等於我們人也要找一個妻生之所 其實是一個妻生之所 其實是腳先 對,沒錯 他又不是被他用石頭收掉 他不是的 我覺得也要隨時離開 對,沒錯 只不過是一樣東西 還有其他原因嗎 我覺得這當然未必有 因為所有天地間的事 都是一個自然的事 他們突然是因為那群 小群是走失所 而且那個地方是有些事情 而令他們要逗留在那裡 因為那裡是有些特殊的條件 令他們適合逗留在那裡 我們香港人有甚麼地方 其實是在供奉胡仙嗎 香港應該以我所知 有些道堂或廟宇都有供奉的 對…大家可以去找找找 應該會找到的 但跟日本不同 日本就是很隨便可以見到 對…很普遍 沒錯 如果我們去到日本 其實胡仙在我的理解 在京都很容易見到 對,沒錯 是否進去… 我們不要去旅行 很少去旅行 在其他廟宇 如果進去,真的有整隻狐狸形狀 有,有很多狐狸 晚上可以去那裡參拜 有很多狐狸在那裡 看著你 其實那些狐狸是幫忙看著農藏物 在日本 而且有個故事也說 以前是弘法大師 他在山林找地方 然後有大霧籠罩著 然後有狐仙走出來 告訴他在哪裡 引路 引路 所以後來他建了一個廟宇 是感謝他們的 那是否日本人跟我們理解的狐仙 很不同 他們別說狐仙像是搶人老公 搞人老公 也有 也有的 也有的 也會有的 其實跟中國也差不多 類似的,為甚麼 我想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 比較接近 相似的 可能有些看法一樣 因為他們覺得狐狸是外味 對,因為外味這詞 而引生了很多的問題 說起情 我有另一個鬼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大家說狐仙女已經說得差不多 對 所以我們說 因為說起情節 我想起一個故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從這個故事裡 都會學習到 當你在靈堂的時候 說話或想話 的確確是要三思而後行 其實這件事發生在幾年前 我也是跟朋友身邊聽到這件事 故事之中的主人翁這個女士 曾經找過我的朋友去求救 看看能否幫到手 這件事是怎樣呢 因為她是做噩夢 她經常夢到她以前的朋友 但我的朋友就說 以前的朋友的意思是她的朋友 你以前的朋友是怎樣的 其實上件事很簡單地跟大家說 因為這兩個朋友是兩個女生 是很好的朋友 是很年輕、認識到長大 很可惜其中一個 叫中年,四十多歲就離開了 他們其實經常約在一起打牌 所以說的A小姐 她真的很傷心 她的朋友死了 她在靈前跟她說 她說 她說你這麼年輕離開了 她說我沒有人跟她打牌 她說我現在的人生… 因為她離婚了 她自己又照顧了女兒 她說我人生都沒甚麼想 她說我沒有心機太辛苦 找不到工作做 心無可戀 她說我突然說 我已經很快了 我們快點見,我們去打牌 她曾經是這樣想的 但這樣想完之後她忘記了 她哭完之後就忘記了 有刻傷心有時說這些話 對,她忘記了 但後來她想起一件事 其實她中間發生了很神奇的事 她說她習慣了 因為她做了一些比較粗重的工作 A女士 所以她賺的錢不多 但很辛苦 每天她回到家 弄了一點給女兒吃 然後她說我不行,我要睡覺 她睡得無隆隆 她睡到半醒,聽見很大聲有人敲門 敲門… 她下意識開門 看到她的朋友跟她說 她說她說你幫我進來 然後她跟朋友說你進來 她說你去打牌了… 她說她說我還沒有懷疑 她的感覺是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繞著她的頸部 然後把她的衣服秤出去 第二種是經過特殊的因素 而影響了身體的功能 例如大病 令腦或身體的器官或氣象 有一種劇變 是 令她能夠接觸靈界 然後她看見她的朋友 她說下去了… 她還記得下意識 她說自己還要拿鑰匙 她說明明她記得自己拿鑰匙 之後她拿著她的銀包 她的朋友說快點下去了… 她說去哪裡打… 她說很奇怪,她在夢裡… 她說她是住舊樓的 她說應該要走下樓梯才到街上 她說很奇怪,她站在那裡 她說要走了 然後她就走了 她說她不需要走下樓梯 她一走一轉頭 她就看到有一輛車在她的前面 她說很奇怪,她是正方形的 所有東西都是四四方方的 如果是小巴,起碼是圓形 但她的所有東西都是正方方 就像燒給她的那樣子 對,但她說我仍然不為意 然後我跟朋友說上車了… 她說那我就上車了 她說我記得好車 我就問她在哪裡打牌 她的朋友說蹲下頭就不回答 然後她看著車子 所有人都蹲下頭 沒有表情的 每人都蹲下頭,每人都看著 她就想不太對勁 她說你究竟在哪裡打牌 下車… 然後司機不回答她 她再找她的朋友,不見了 然後她很害怕 她就想伸出頭 叫救命 然後她發覺有事不妥 她就說… 因為她自己也有唸經 她說是觀音菩薩,你快救我 然後她就感覺到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繞著她的頸部 然後把她的衣服整個衣服 把她的衣服整個衣服撞出去 這樣已經是官僧大使 然後她說我以為自己做夢 她很害怕,全身濕透了 然後她去廁所看 她說她的頸部有一條紅色的痕 有一條紅色的痕 證實是好像有人… 辣過去 好像有件衣服救她 救她回去 他說好 然後她說我還覺得沒事 她說沒多久,她又睡覺 然後過了兩天,她又睡覺 半夜她又聽見有聲音 正常人如果記得的話 覺得有問題不妥是不會應援的 她說不知是否我睡得半夢半醒時 我太累了 她說我又去應援 她說我又見到我朋友 跟她說去打牌吧… 她說去打牌,她又說又去吧 還未夠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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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不去打牌 然後她又夾著人包 但她已經覺得很奇怪 她說在夢裡覺得 為何這麼熟悉 然後我跟朋友說下去了… 然後她又是下去了 所以重覆了 重覆了,重覆了同一輛車 又是重覆了 重覆了一輛車 但這次不同了 她說突然想起那輛車 因為她想想 對,我見到這輛車 為何會正正方方 像你說的那次… 起閃閃 還有那隻死人藍 是,她說她沒有看到顏色 然後她立即跟朋友說 你究竟叫我去哪裡 然後她說 別說,你來不及了 上車 上車… 她說我不去,你快說去哪裡 然後她的朋友說 她一手抓住她 就想扯她上車 她說不可以… 救命 又在念佛號 然後她一醒 然後她嚇得… 她說這次真的很真 她一看 她說她的手有爪痕 然後她就覺得不對勁了 她說為何會想想 為何我這麼笨 她說為何我忘記了 我的朋友其實已經死了 又落答第二次 她說為何我還要落答第二次 她說是否有問題 所以她就去找我的朋友 因為她知道她在道教方面 也有知識 她就跟她說 不如你找師傅幫幫我吧 然後師傅就問她 她說究竟你和你的朋友 有否答應了甚麼還沒做 她說我想來想去 她說我又想不起 她說對,她說我記得了 她在出殯的時候 她說我很傷心對著她的照片 張開時就跟她說 你死了這麼早 我又沒有人陪伴 我也是你用來打牌 我很快要跟你一起打牌,好嗎 她就說了這句話 她說當然了 因為你答應了她 因為她跟你這麼好朋友 她覺得你真的很想去打牌 所以… 那要立即跟她說 立即要跟她說 她說… 當然要打牌 但問題是… 雖然後來她的朋友沒有出現 但問題是自此以後 她不斷接觸到靈界的事物 因為已經開了一個頻道 是否真的這樣 開了就是… 對,要問一下輝師傅 對,因為在我經歷 或者我接觸過的很多人 通常都是兩種人,只有三種人 第一種就像我這種人 天生就… 看到 不知為何會這麼接觸 你自己經常看到 她是看到的 她是從六歲開始看到的 這裡…別說,這裡有很多人 對… 這裡有很多我們的鼓 對… 沒錯 他們燒了 鏡頭後有很多鼓 對… 第二種是甚麼 第二種就是 經過一些特殊因素 而影響了身體的功能 例如大病 做過一些意外的手術 而令到腦部或身體的器官 或氣象有種劇變 而令它可以接觸到靈界 第三種就是專門去修煉 即是修到看到為止 沒錯,專門去接受一個特訓 就像我們看電影一樣 對… 撒旦說話… 對,又或是她通過一個宗教 或是一種方法 而她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而剛才Amy說的故事裡 你找一個女性朋友 即在山的女性朋友 當她遇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剛才說過 曾經會念佛經 其實是否剛巧被她說得中時 才可以有神明拯救 但未必每個人都能念佛經 其實這是很有趣的 如果說下去,就是為甚麼 原來因為… 我的假定就是 大部份的先靈之前都是人 在不同地位 她會接觸不同的神明 或者不同的宗教 其實那種種子或意識形態 就會進入她的腦部 進入她的腦部後 她便會用意識形態 譬如當她過世後 她因為某事 例如Amy的故事裡的A女士 她遇到那些先靈的時候 她突然在喊 觀醒菩薩,南無阿尼陀佛 也會說類似的 為甚麼?因為其他先靈 第一,她們都會相信有神 第二,她們對這些字有一種反應 對,這種反應等於一件事 我突然大聲叫你 你會怕一怕,騙一騙 其實類似是這樣的 如果我在外國遇到東西 例如中文 南無大慈大悲公司的菩薩 這樣就沒用 這個亦…你也說得對 其實未必有用 因為她沒有意識形態 第二,第一是適合用的 就是我們一般香港人 說髒話或很強的能力時 因為你的氣場大,她便會害怕你 這些都是我們實戰 或者我們聽過很多不同的朋友的經歷 對,我也聽過有些朋友說 她在酒店被人搞,在辦公室 對 她便會發脾氣,說髒話 然後就阻礙我工作 即是怕她就走了 然後就沒有搞她 對,也不怕 但會否得罪了? 我們經常都不敢這樣做 擔心她更糟糕 要說整件事 如果是她的事,我覺得不算得罪了 例如酒店,我進去住,有付錢 那些地方是共用的,最多說 對嗎 最多你在這裡,我在這裡 你不要犯我,我就不要犯你 我覺得… 她會覺得你給我錢,我收錢 對嗎 我只在這裡 她說你酒店還沒興建時… 我已經到了,已經… 對 但另一件事,你為何突然得罪我 因為你在這裡,我就在這裡 對嗎 其實一般是這麼說道理的 其實一般是在另一個界別 我現在看到哪些意思 其實很簡單,是一個談判技巧 你的態度是甚麼態度 會影響到對方對你的反應 但剛才那件事,我很相信一件事 如果你離開了朋友 本身的心是善良的話 他就既往不救 當你說完一些不應該說的東西 他以為你是想這樣而已 不是以為你接地打牌而已 但有時候有些不是 如果他的心是這樣 你說了出來就是了 他必定要死也會拘捕你下來 那是好朋友 對,但問題是他還有一個女兒 還沒解決 而且他說 其實我當時這樣想 我不是真的想下去打牌 剛剛那刻很傷心 所以其實在靈堂的心 即使想甚麼也好 其實也要小心思考 對,因為靈堂是一個莊嚴的地方 當時我們在做一個喪事 是一個遺憾的心 未必要叫大家在這裡哭得很傷心 但你也有一個尊重的心 還有一件事我們甚麼時候都會說 要慎言 不要亂說話 你也明知道他已經離開了 為甚麼還要跟他打麻雀 這種悼念不是一種合適的悼念 對,就是跟他一起打 對,還要跟他一起打 所以他真是滿意他所授 他真的帶他去一起打 對… 還叫他兩次 還叫他兩次 不過他也是聰明的 起碼他會記得知道自己不開 跟他坐車,坐到終點站 如果日後… 譬如我每個人都有經歷 無論是身邊的家人或朋友 有機會遇到就要去靈堂 對 去喪禮 有甚麼避忌注意 或者可以經常說回家後 有藍藍火盆 有些人說帶一包鹽過去 有甚麼可以避免 第一,去到靈堂 我給各位的意見,大家參考 第一,一定要裝鹽 因為我們是一個遺憾 不論那位… 因為我們去到靈堂那位先人 我們一定會認識他 我們是一種悼念、哀念的心 第二,一定要跟他說安息 我覺得中西文化也說得很對 亦因為我們道家做了很多喪事的科儀 其實核心思想是甚麼 就是你死了 麻煩你根據神去走 或者你根據大自然的歸倫 再去輪迴 第三點是甚麼 不要作任何無謂的承諾或動作 沒錯,最後一點是甚麼 為何要濫火盆、大鹽等 其實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仙靈 簡單來說,有很多陰氣 那個陰氣可以視為細菌 我們回到濫火盆、用鹽 其實是殺菌 所以問題在這裡 為何有人回到濫火盆 其實你可以視為細菌影響了你 令雙方那麼濃 對 可以用鹽油葉簡易洗澡 洗澡也可以 洗澡也可以 對,沒錯 整枝已經是鹽油葉做出來的 對,再加黃皮或柏葉煮在一起 對 對,沖洗澡後再淋一下 不容易淋上去,淋上去才淋上去 很燙水 對 這樣就可以殺菌了 對,這樣就可以… 古詞真的可以這樣 阿婆教下,真的可以 對,真的 對,這些是秘方 鹽油葉、黃皮葉 同樣加柏葉 對,這三種葉 三寶 對,我們中泉傳統的三寶 對,信由你 對,好 謝謝,好,很煽神 謝謝… 因為很多公仔都經常聽說 家裡人物都這麼擺 其中有一種叫做Kill James 他每說一句話,都說一個Kill字 例如這樣,你好,Kill 這個公仔很霸道 他原來跟其他公仔放在一起 第二天博物館就很頭痕 另一個公仔會很困難 但就這樣 原來有很多人分別參觀完 Mandy Dutton也說 他們用攝影器材拍攝他 經常失敗 擁有這個公仔擁有過的人 說這東西會控制你的資訊 你一拿到他回來後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一天24小時經常會想著他